其實我一向都很漂亮 其實我真的很漂亮 我離開TV時 五千元薪金 我第一部電影 不怕說你 七萬五 那你是不是賺到錢了 那你是不是接著上升 我剛剛賺到錢的時候 哪一年呢 1988年開始 那時候賺到錢 比起電視台那五千元薪金 你出去拍部電影有七萬五 那你是不是叫賺到錢 難怪以後都不回去 當然了 為什麼要回去 我離開TV時 五千元薪金 我第一部電影 不怕說你 七萬五 第二年已經飆升三倍 二十多萬 其實我真的很漂亮 當我高峰期一百四十磅的時候 我都沒有放棄過 我對衣著 對自己的態度 沒有 那你一天拍三組戲 去到現場當然是早晚餐 宵夜吃齊 然後一發不可收拾 但我對我的時裝的觸覺 我都沒有放棄過 沒有辦法 社會就是這樣 即甚麼都快 你三歲又拿機器在那裡按 我女兒不太喜歡玩這件事 因為我真的擺了很多心機和時間 跟她玩 即我會互動 她很喜歡叫我做檢查 她就拿一本護照 她很喜歡角色扮演 即是她喜歡互動 那你做地勤 我做地勤 然後我再做空姐 然後玩一次之後 又反過來 我做乘客 她做空姐 看看她做得好還是你做得好 是的 其實很簡單 去到四面下蛙時 我穿了一件泳衣 那時我開始 那時的態度是說 原來瘦 其實不用穿很貴的衣服 你明白嗎 四面下蛙那一年 你跟我一起去台北 去宣傳這套戲 你當著大家說 你知不知道一個演員 不是因為肥瘦的問題 最重要是可以肥 又可以瘦 那你就可以承受很多角色的挑戰 因為這是一個演員 是否你寫給我的 我不會這樣的 一定要真心有你自己說 你當時這樣說 那些人就目定口外 我又想做明星 我又想做演員 這兩件事很矛盾 我們那年代 是覺得 油敏 林青霞 鍾左鴻 這些叫明星 她不用做任何事 她站在鏡頭前面 她就震了你班觀眾 你要看著我 這個理念 我不停和自己洗腦 我說我每次不均如出身 來的大人幕 你要看著我 你不要以為我今天臭女兒 我臭女兒襯衣服比開工更厲害 女兒 今次我們去這個景點 她會遇到狗仔 你可不可以穿一些 是媽媽喜歡的衣服 拍到你 拍到你 好像比較帥